沙舟上出現深灰色的身影 有時快速前進 有時探頭探腦 仔細觀察一看 他就是三級保育類動物實現萌 但是出現的地點 居然是在臺中市區科博館的植物園區裡 研究人員接候通報 架起自動相機 記錄這隻教課的生活情形 用他的腳掌 尤其是前掌 在踩踏 在踩踏這個潛水裡面 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 小魚或小蝦 會被他驚擾起來 然後他就可以迅速的捕食 除了會捕食魚類 活動範圍還出現不少蝸牛空殼 顯示這隻石線萌可能自己觅食 而棲息期間 雖然跟貓狗相遇 石線萌也只是相互對抗 沒有進一步的衝突 研究人員指出 石線萌屬於潛山地區的 日行性哺乳類 屬於特有牙種 是現存依賴溪流生活的 食肉木動物 會出現在市區 除了疑似可能遭人棄養 也可能和漢象 以及潛山環境被破壞有關 潛山的森林 然後又必須要有溪流 溪溪 水域 那這樣子的環境目前是臺灣 開發的最劇烈的一個地方 我們博物館旁邊 最靠近的就是麻原頭溪 雖然是已經水泥化的乾溝 但是是不是平常也有野生動物 會利用這個乾的溝 當作一次一個通道 也是不無可能 陳彥均表示 成體的活動範圍大 也可能是經由台中附近的山區 沿著溪流來到這裡 估計在這裡生活至少三個禮拜 而經過工作人員捕捉之後 評估健康狀況良好 也在四月二十五號進行野放 讓這支實現謀回到原本 其襲的淺山地區 原市新聞綜合報導 感謝島 我們見過